Hello 到生童感受 靈性篇的时候 每一次都要讲的了 我们的靈性篇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鬼神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宗教的题目 如果大家是不熟悉这一饭 但又愿意听 是Open Minded的 开通的 即管听 欢迎你 但如果你不行的 我听这些东西 我会周身不舒服的 那就可能请你听其他那些集数了 我们今集会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讲一个真人真事的例子 就是我以前的拍档探长有一个朋友 我朋友就讲一个例子给我听 有一个妈妈 她认识的 有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女儿 我发觉每天出门口都很困扰 因为她要走楼梯下楼 她好像住堂楼的 然后大女儿就滚了下去 很快 但小女儿就永远都站在楼梯上 不肯下楼 那妈妈就很崩溃 每次都要抱她 当时以为她小时候是这样 为什么呢 原来不是 原来去到三四五岁都还是这样 后来她去查询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 是的 当她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自己忘记了 原来她大肚的时候 曾经叉了脚 滚过楼梯 那你说 躺着嬷女儿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 但她嬷女儿在肚里面 她都生出来 她都没事 但你记不记得我讲过 第一 是有细胞记忆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 爷爷妈妈 所经历的事 她未必是第一身的 她可以是她的兄弟姊妹 她周边发生的事 都会影响到我们 就在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影响到小妹妹了 小妹妹明明在肚里面 她未有海面体 发育成长 她能够记得这件事 但是那个情绪 那个能量印记 已经产生了 懼怕是一种情绪 但她为什么会有一个情绪在先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能量印记 那个能量印记 在发生了的事之下留下的 而这件事呢 我们用一个灵性的层面去看 就是说 原来我们可以透过加排 排这件事出来 又或者我们透过 break the cycle 打破家族遗传 创伤 去把这件事打开 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 原来我和家里面 很多不同的长辈 长辈 或者先人 长辈就是她可能还在生 但是她对你也有影响 不是因为她说话对你有影响 而是 她所经历的事情 在你的细胞记忆里面 譬如 我妈妈当年 在台湾来到香港 孤单一个人 不懂得说广东话 没有朋友 然后觉得自己 整天都很孤独 一个人 被排除在外 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感觉 但其实不是因为我特别想和我妈妈一样 你想也不会想这些东西 但是 就是因为她是我妈妈 而我跟她 混合了 就是copy and paste 把她所经历的东西 遭遇的感受 在我身体上套用 那我就要做一个分离 我要去 unmerge 如果不是 很多感觉 好像很孤单 很被排除了 的感觉 会一直都在 OK 接着我们下一集 再分享另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 可能更神化 希望你们能接受到 OK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什么想听的 想知道什么 内容的 尽管说 我们会尽力安排 多谢大家